好 看到这个国庆烟火呢 今天晚上就要在苗栗举行了 今天早上呢就进行了最后的准备 今天晚上呢是要拼到这个最长烟火记录 目前准备的最新情况 我们要请记者朱显明来告诉我们 显明 好 中间新闻团队呢 为您持续守候在了国庆烟火的现场 您可以看到了画面中的后方呢 七台的大吊车呢一字排开 实际上他们准备什么呢 是为了准备了今年的国庆烟火的第三幕 就所谓的飞龙在天光药环宇 你往地上一看呢 你可以看到呢长长的这个烟火条的摆在了地上 实际上这个图案呢是有包括了两条龙 还有中间一个双十的图样 这是台湾的首创这个最长的烟火的字幕 只有100到110公尺左右 所以呢才需要有七台的大吊车把它吊起来 应该看到了工人在现场进行最后 这个雷管以及烟火的引燃的一个检查 因为这是呢今年国庆烟火一个重头戏 这个呢也是呢整个的国庆烟火呢 之前的整个的一个前景 也是呢今年这个国庆烟火的第三幕 最重要的飞龙在天光药环宇的一个节目呢 事实上为了这样子的一个烟火呢 这个烟火公司花了很多心思 为什么呢 因为呢在苗栗的厚龙的这个烟火园区 这边的风势呢非常的大 很有可能会把这个烟火条呢 给逐渐给它吹散掉 因此可以看到现场的将近一二十名的工人呢 在做这个最后的检查 同时呢七台大吊车也得维持呢 整个的一个烟火条的一个完整 当然啦今天呢目前是早上的状况 但是整个的调整呢会到下午的时候呢 做到这个最好的一个准备 就是以上这个苗栗厚容了 这边的烟火园区的最新状况 再把镜头呢交还给棚内的主播 好今天晚上除了到现场苗栗呢 去看烟火秀之外 也可以锁定呢在中天新闻频道 同时呢在中天新闻呢 也会带给您最精彩的烟火表演 好看来 好看来 感谢观看